鱼网捞解放军潜舰 中国094河潜舰经报受困辅航通过台海 日前一艘中国战略飞弹094河潜舰突然浮出海面 在南海贴近越南渔船现身 让正在撒网捕捞鱼的越南渔民相当惊恐 这起事件本身极不寻常 因为战略飞弹河潜舰的唯一目的就是长期隐蔽在海底 对任何突然袭击起到遏制作用 如果暴露目标就无法发挥遏制作用了 会突然浮出水面暴露行踪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机舰发生严重故障 以当时情况极有可能是缠绕了越南渔船的渔网 不得已而浮出水面 这次中国战略飞弹094河潜舰又再次出大包 11月29日离开海南岛的宜林基地 经十分反舰地上浮水面 并且经由台湾海峡一路北上 由于这艘潜舰的举动十分异常 美军以甲P-8A反潜机 特别从日本三泽基地 弃飞赶来台海侦查 台湾军事评论专家表示 以解放军094河潜舰日前在南海 被渔网捕获的黑记录来说 再加上中国海南三亚基地 和动力潜舰维修能量始终无法建置 导致一旦潜舰故障 就得北上长奔千里 至湖海基地维修 日后台海见到托船托驻 中国解放军和潜舰不海 也未尝是不可能的事